文安會在23公布 代替德國主教學百倍事業的調查報告 也發現港町車連下去之前 已經出問題 調在半路 而且以前也要進去港町 才會連下去 搖車 做生海事 現在很多人的議員 港町主任理貴上用調大 把調查的火車白條的 任一邊掛去外出 想要把車帶走 文安會23向外的說明 今年四月設計 代替輸控北河 台北的車百倍事業 調查報告的事實 說做新宿國的火車 在出發到港町進行 就調查過一次 大火車在港町現場 還有一次調查 以前用調大Q車接電 所以因為調大漏氣 整台火車 為駕鞭後面 進入去山坡車 變在鐵基樓 走下來的車 為他出 讓人放空 才有撞到火車 只有七秒針 維護歡迎 文安會又說 過去在同一個地方 白台車廟也要調查 在今年的一月份 在今年的一月份 他有兩次的水 避板水凝土的 混凝土的車子 他滑落同樣的一個位置 兩次滑動之後呢 他就在那個地方用兩個交通追射 然後再拉一條警示器 安全單位 是要拿出在這裡設 讓人的建議 不過代替到保障 不是沒有回應 就是說沒有變的醫生 另外 離籃車加速 也現身記者會 占對很幾天 每天報道 文安會說 這段以外 運氣是真不好 工地主人 立義上在那時 有路歷過頂頂言論 是真不滿 也要求行政議長 出來未對加速 文安會說 這次的報告是經紀紀錄器 方問頂頂的資料來換官屬室 會公開放在文安會的網站 未來國會進一部 公佈分析調查 跟針對代替內部的管理 和保障的接觸頂頂 提供改善的建議 記者貴貴貴 社會林 帶來拍拖